NVIDIA的营收大概只有台积电不到一半 它的获利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不管从哪个角度 NVIDIA跟台积电比台积电多累胜一筹 但是如果你从股价来看 它已经到一兆了 那关键在哪里 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那么这一周当中 我相信全台湾收的观众朋友 都在看一个人 这是NVIDIA的创办人黄仁勋先生 大家看到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 去逛饶河街的夜市 这个时候手上提了 有人说是麻花卷 这一张在网路上是疯传 而且后面这个地方 他占的这个点 后来成为这个饶河街夜市当中 最热门的打卡的景点 那么黄仁勋有什么样的魅力 法收会他公布的第一季 到4月底的季报 NVIDIA的营收 71.9亿他摔跌13% 而税后净利20.4亿美元 成长26.7% 如果你拿NVIDIA的业绩来跟台积电比 台积电赚了2069.86亿台币 NVIDIA的20.4亿换算成台币的话 他大概赚了626亿 大概只有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而他的营收相较于台积电的5800多亿 大概2270亿左右 不管从哪个角度 NVIDIA跟台积电比台积电都类胜一筹 但是如果你从股价来看 NVIDIA在这个礼拜当中 他冲到419.03 市值来到一兆 0358亿美元 他已经是美国第六家 市值突破一兆美元的重量级的公司了 最大的关键是 NVIDIA在 业绩公告的时刻 他特别提到 他握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订单 这个话 京东的华尔街 这样的一个提示之下 大家也发现 他在数据中心的晶片的营收 达到40.68亿 这个幅度比市场一起来得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订单 也造成NVIDIA的股价 大幅的上涨 这个大幅的上涨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 最低点在108.13 但是这一次涨到419 而且在夜计划表当天 他的盘后是大涨29% 而且在第二天大涨了74.43美元 这个叫做NVIDIA的新时代 NVIDIA的大涨正式揭露一个 黄文鑫现在讲的 他说AI正经历iPhone时刻 台大毕业典礼的仪式上 开头第一句话 他叫大家要run 不要walk 他要用跑的 不要用走的 他说你千万不要成为类物 而是你要成为寻找类物者 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境界 当年也不一定要 曾经跨入手机晶片 后来发现不可为 他从GPU开始 一路的在AI晶片的下功夫 从绘图晶片开始到一个 无人可以到达的一个境地 所以现在他已经是AI的最重要的 后勤供应的枢纽 大家可以看到他正经历一个 新的时代的一个来临 虽然刚才我讲到 NVIDIA的营收 大概只有台积电不到一半 他的获利呢 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但是从股价他已经到一兆了 那关键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未来的AI的发展的路上 这个投资大众给AI未来非常高的评价 现在市场上也在论辩 也就是未来AI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 这个现在还有待考验 但是在经过这个回合的大涨之后 他也带动TSMC 也带动台湾的加钱指数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言 这个NVIDIA的黄仁勋 现在是当下改变世界 整个产业风貌最重要的推手 台讯现在有周年庆来回馈给读者 全年最优惠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欢迎大家永远订购 在NVIDIA的上涨当中啊 台积电其实他先前经历过巴菲特 因为地缘政治呢 把台积电的持股在第一季的清光了 他其实对台积电是带来很大的威胁 这也是NVIDIA的大涨 所以带动台积电的股价呢 有到574块 台积电一上去之后呢 他其实他影响 当然可以看到 费城半导体在这一周当中啊 他已经来到高点3649 他涨幅达到43.9% 这个43.9%是不得了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 美国的道琼指数啊是下跌的 但是呢 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上涨 这个大幅上涨 带动纳斯达克跟纳斯达克100 全球股市其实最近都低迷不振 你看到包括深圳上海 包括香港股市 大概都是一个空头排列 他们都跌破连线了 亚洲当中的中协市场呢 现在也大致要呈见空头排列 因为去年表现最好 但是现在呢 涨多之后都在回档 但台股相对能够占到16683点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涨幅 那对整个半导体产业呢 最大的关键 外资啊 在四个交易日当中呢 买超了980几亿的 这个也对台股带来非常大的 推升的效果 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积电在地盐政治当中 其实它的all nm的厂房 正在兴建当中 它对台湾的投资啊 其实脚步并没有停歇下来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全世界现在半导体 生态上有个比较大的调整 第一个呢 现在我们看到英特尔不断的谎话 要打败台积电 但是呢 你看到在这一轮的全球半导体当中 全世界股价都大涨 就英特尔是股价是下跌了 所以黄仁星开 Ryu Singer的玩笑 他说你不要用走的 要用跑的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英特尔的市值 现在大概1209亿 如果你拿台积电来比台积电 现在比较大四倍 英特尔要追上台积电呢 我相信要若干年之后 不一定能够追得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啊 AMD呢 市值就有200多亿 大概只有英特尔的十分之一 但现在他变2000多亿了 如果英特尔连AMD都追不到的话呢 那怎么可能他会追上台积电呢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 在全球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日本的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创下30号年的新高 它的最高指数去来到 31560.3号 那日经指数的大厂 大家其实都不太留意 地缘政治的转折当中啊 大概全世界我可能最早告诉大家 日本会好起来的人 贸易战以后啊 日本的角色其实已经开始有转变了 你可以看到安倍生前呢 他其实大力推动日本的三支建了 包括日元的贬值 也包括货币宽松政策 也包括结构上的调整 去扭转日本失落30年的窘境 好那日元的贬值 现在到一个关键时刻 你可以看到 日本为什么失落30年呢 在欧尔战结束以后啊 日元从360到201年呢 日元升值到75.35 庞大的升值压力当中啊 日本当然会趴在地上 现在日元回贬到140 150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产品 在全世界它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好所以这一次你看大股详品的限价 到巴菲特呢 买进日本五大商社啊 这个已经给大家看到一个端倫了 你可以看到 日本五大商社呢 现在大概一期都创新高 同时呢 股价的涨幅啊 令人刮目相看 这个顽红的股价呢 从456.2%呢 到今天最高已经涨到2142%了 那他的涨幅多少呢 369% 大家一定要肯定巴菲特的眼光 他在2020年切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看不好 在2020年3月的时候呢 这个顽红股价正在最低点 但是现在的涨幅超过三倍 包括伊藤中 包括柱油山井跟山林 其实股价最少多涨1.5倍以上 那日本这次的欢喜 从1960年 美日条约之后呢 到1989 日本泡沫吹破 其实在之前 1985的广场协议到1986年的 美日半导力协议 日本大概就打趴了 日本经济新闻有一天头版 他说日本要提供军港 给美国的22艘舰队呢 维修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安倍常讲 如果台湾有事呢 一定日本有事 那这个时候其实 从日本提供军港 到南韩提供核潜艇的停泊 到菲律宾提供四个军事基地 这个是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誓 在广岛协议之后呢 中国也同时啊 开了一个中亚的峰会 营造一个万邦朝圣的景象 但是这一次呢 G7呢 更加团结 那他已经凝聚了一个 抗中的一个态势 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是剑指中国 所以美中对次啊 他牵动的是一个 未来10年 20年 30年 一个角力 你看到港股的指数啊 不断的在往下滑落 我最近也注意到 这个是上海小兰国呢 股价评判新低啊 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剩下0.044了 这一家在上海的餐厅呢 他其实是我们到上海 一贯会去光顾的 很棒的餐厅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在香港 股价其实是一蹶不振了 那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 全世界形成抗中阵营之后呢 那为了要泄弱 中国在全世界的 地缘政治当中战争的风险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 在产业外移之后呢 他所面临的巨大调整 有人问到 重建乌克兰呢 大概有什么样的想法 从俄乌战争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俄罗斯轻松攻陷乌克兰 他可能往下打到 摩尔多瓦 再往下乔治亚 然后呢 波罗地海三小国呢 可能积极可危 同时到北欧的国家 包括瑞典跟昏南呢 可能都会在战火的威胁之下 另外一个战线是 习近平的领导的中国 很可能他剑止台湾 剑止台湾的话呢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也可能会减入其中 现在为了避战 众志层层来抗恶抗中 这是在地缘政治当中 影响我们未来布局 非常重要的几个焦点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老先开讲到 这边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